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历代之下第二十天 历代之下十八章一至二十七节 约沙法的军事联盟 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 就与雅哈结亲 过了几年 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雅哈 雅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 宰了许多牛羊 劝他与自己同去 攻取激烈的拉莫 以色列王雅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 你肯同我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吗 他回答说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 必与你同去征战 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 于是以色列王 招聚先知四百人问他们说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 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 可以上去 因为神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约沙法说 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 我们可以求问他吗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还有一个人是英拉的儿子米盖亚 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我恨他 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极语 常说凶言 约沙法说 王不必这样说 以色列王就召了一个太监来 说 你快去将英拉的儿子米盖亚召来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 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空场上 各穿朝服坐在位上 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 造了两个铁角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 直到将他们灭尽 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 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然得胜 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 那去照米盖亚的使者对米盖亚说 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几言 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 也说几言 米盖亚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米盖亚到王面前 王问他说 米盖亚 我们上去攻取激烈的拉莫可以不可以 他说 可以上去必然得胜 敌人必交在你们手里 王对他说 我当嘱咐你几次 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 米盖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 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 耶和华说 这名没有主人 他们可以平平安安地各归各家去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几语 单说凶言吗 米盖亚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亚哈上激烈的拉莫去阵亡呢 这个就这样说 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说 你用何法呢 他说 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这样你必能引诱他 你去如此行吧 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 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 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 基拿拿的儿子西迪迦 前来打米盖亚的脸说 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 与你说话呢 米盖亚说 你进严密的屋子 藏躲的那日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将米盖亚带回 交给义仔雅门和王的儿子约阿师 说 王如此说 把这个人下在尖里使他受苦 吃不饱喝不足 等候我平平安安地回来 米盖亚说 你若能平安回来 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 又说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上一章讲述约沙法的改革 本章则提及他的错误军事联盟 因为在下一章中 先知哈纳尼的儿子耶护 明白地对他说 你岂当帮助恶人 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 这项原则显然与新约保罗的教训吻合 你们和不信的缘不相配 不要同父一恶 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交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 又说 你们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与他们分别 不要沾不洁净的物 我就收纳你们 由此看出 上帝不要我们 为抵挡神的恶行背书 不过 这个叙事有向令人不解之处 因为他说到 上帝自己用神灵的能力行骗 在他众先知口中 做谎言的灵 其实 我们可以从以下二方面 理解上帝的行动 一 即便是谎言的灵 要做欺骗的工作 也必须得到上帝的允准 事实的真相是 这正好与圣行于以色列之 虚伪的敬拜相称 二 而且这显明上帝是 拒绝以平安 来回报抗拒真理者 但是更重要的体认是 三 亚哈王早已知道 何者为真 何者是伪 当米盖亚初次在第十四节 用反话告诉亚哈的时候 亚哈立即明白 此非真实神的话 并且要求他说实话 当亚哈往战场去时 他已经听见并明白了真相 所以他故意换装 尝试逃避上帝的命定 亚哈在十七节 对约沙法说 我岂没有告诉你 这人指着我所说的预言 不说几语 单说凶言吗 其实并不是对先知的失望 而是倔强地表明 他绝不会享受到 从神而来的祝福 因为他决心要抗拒神的话 基督徒是有福气的 因为基督徒有上帝的话语 如光一般 照亮我们的生命和道路 然而真正要蒙福 还需更进一步地 遵行上帝的话 才能得到上帝的平安 当人硬着景象 不肯顺服神的时候 神所给的就是 如经上所记 神给他们昏迷的心 眼睛不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言习 变为网罗 变为基建 变为绊脚石 做他们的报应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 不得看见 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否常常听见 神的话却没有行动呢 你是否常想试试看 如果违背神的话会怎样呢 雅哈王的结局 是最好的见解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的话语 如光一般的天天照亮我们的生命和道路 求你帮助每个神的儿女 都能够有了你的话就顺服 就照着去做 阿们 道读神的话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爱你就要遵守你的命令 信望爱中最大的是爱 求你帮助我爱人如己 你如何爱我 我们也要彼此相爱 在你的爱里彼此坦诚 说诚实话 因为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你的人得益处 求你将爱交换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够尽心 尽性 尽意 尽力地来爱你 将你的爱真实地活出来 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耶稣基督的名字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